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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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PCM的Facebook Live Gadget Live 對不起Gadget Live 第47集Gadget Live 我們就在公司 看直播的朋友在家裡 為什麼在家裡 最近大家都很多時候 這陣子都沒有外出 儘量都沒有外出 休息多一點 但是在家裡其實 不是什麼都不做 在家裡都要上班 無論你周圍的人 或者你公司都跟你說 可能我們 要在家裡 因為這些情況出現 要在家裡 但是在家裡 如何可以維持到 在公司的生產力 始終都要靠一些東西幫忙 尤其是 可能跟很多 同事要交際 的時候 有些什麼軟件可以幫到你 沒理由只是一尾 就在那裡按這個WhatsApp Facebook 一尾按Facebook Messenger 甚至有些朋友 甚至有些朋友 現在是嚴重到 要用WhatsApp Call Facebook Messenger 的Video Call 一起去跟同事討論 但是不過有個問題 這些始終都是一些 消費者的程式 但其實 我經常在外面接觸很多 商業用的Video Conference 我看到他們這樣 因為經常斷線 很辛苦 於是我就說 不如用一些商業的Video Conference 於是我們就找了一個 比較算是 可以讓大家免費試用到的 大牌子 就是Cisco WebEx Cisco WebEx 我不熟 介紹給大家 真的我不熟悉 不如你說一下 Cisco WebEx 其實大家都知道 Cisco本身是一間 做網絡公司 因為它以前 做Router起家 做網絡就已經很熟悉 接著後來就搞IP Phone IP Phone 接著就是一些 開始接觸一些 Video Conference的東西 例如Tele Pressing 然後到近幾年 因為大家 電腦都已經很方便 於是他們就有一個 叫做 WebEx的解決 出來 是 那很方便 即是用一些 手上有的器材 可以在家裏做到這些 Video Conference 或者一些其他協助的功能 是的 那其實 我們說 有點悶 我們說當然有點悶 我們是用家 因為我們也是用家 我們要請專家 來跟我們說 我們當然要請專家 我們今天就請到 負責這個產品的Cisco專家 Joe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等一下 專家出來之前 我想問一句 這個是不是申請很方便 是的 是申請很方便 是的 因為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很多人呢 就有關心 究竟 我需要經過很繁複的步驟 我需要付出一些 資料資訊 就可以的 才可以申請到去用呢 即WhatsApp那些就不用了 WhatsApp可以這樣 現在你說商業用 究竟要不要 但其實這些就很簡單 WhatsApp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申請步驟 同時可不可以轉一轉 好 你只要去他們的網站 就是WhatsApp.com 你就見到 旁邊就有個start for fee 那你按下去呢 你就進回你自己的電郵 但是因為剛才我們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註冊了 那就 就這裡呢 其實我們可以 其實就進了電郵 不過我 我講一下 可能就進了電郵 你的電郵帳 一旦收到一個 ActiveAction Code ActiveAction Code 那你就打回 ActiveAction Code ActiveAction Code 那個ActiveAction Code 其實我們之前就已經收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時間的關係 之後你進回去 你就已經可以開到 這個會議的畫面 是的 那就可以開到 是的 那其實別人 別人 如果我們去 因為通常我們 做一些電郵帳 就不是我們開 就是別人開 我們加入 因為別人加入 如果我們加入 別人其實就很簡單 只要他們 開了一個會議之後 就發一個電郵給我們 那在裡面 其實就會有一條連結 講完你的會議的號碼 但其實這些全部都不用打 只要按這個 Join Meeting的按鈕 按下去 那就已經可以 出得到一個 Videoconference的畫面 例如這裏 其實我們剛才 就已經接入了 之前我們已經接入了 阿Joe進來 跟我們做一個介紹 我們現在就可以請 介紹一下Webic 阿Joe在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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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是馬田 Eric 你好 聽到我說話嗎 很清楚 OK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今次我們找到阿Joe 先介紹一下 我是阿Joe 我叫Joe Wong 其實負責在C4裡面 其中一些叫中小企的segment 以及一些叫K12 學校的segment 而後面當然我們有很多產品 浪浪上口 有很多屬於IT的 就說Router Switch 那些當然是Sysco 我們賣很多 但除此之外 其實在周邊 在環境辦公室裡面 其他系統 包括電話系統 視像 甚至乎是一些 我們叫做協助 協助 提過一些WhatsApp 其實都是一類 不過那些就是比較 HOME USE 而我們那個Position 就是我們在商業 或者企業方案 就比較成熟 那所以其實 為什麼用Collaboration 這個字呢 其實就有 普通的Message 大家聯繫了之後 查一下你的Status 是不是available 可以開會 立刻Click 然後就找你做一個協助會議 所以就把我們所有的IM 視像 和聲畫 等等的東西 就融會在一起 一個Full 一個Single的平台 那個就是WebEx OK 那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Video Conference 是其中一部分的功能 但是因為這個功能 現在好像市面上 都大家很想找到的功能 聽說你最近都好像很忙 因為這件事 是 是 就好像我這樣 那我今天就因為 要進行兩個會議的 其中一個就是PCM 這個 約了你在WebEx 聊天 其實今天下午呢 我就跟K12 差不多有超過60個 一個老師 去進行一個訓練 因為其實他們全部人 都好像你們剛才這樣 上我們的網站 然後看了一個53秒的影片 就學會了怎樣登記 但登記了之後 他們就開始去用的之前 我就給一個好一點的訓練 都挺刺激的 在那個訓練裡面 其實今天我們現在在這個聊天 都是透過同一個平台 都是WebEx的訓練 現在我先按一下 先按一下 因為我想 我想 把這個 訓練 錄起 其實現在有一個 記錄 開始這個字 你看到嗎 看到的 在右上角 是直接有一個 紅色一點 在那裡 在那裡 是的 我一邊說 一邊示範 一邊提到一些 為什麼 有用到WebEx 一些特色 還有就算免費版 都好 我現在介紹的大部分 都是免費版 都可以滿足得到的 我們只不過是 我們只不過是 將那個 視像會議的時間限制 我們縮短 為最多40分鐘 除此之外 我們在說 一些接口3的 服務 就是收費版 才有的 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 features 我們都是任用的 而且沒有時間限制 就是說 你剛才登記了 你可以用到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沒有一個 限制去簽 OK 所以任用都可以 是的 目的就是想 在現在 大家這麼緊張的情況下 因為 今天不知道 下個禮拜是 究竟會不會 一邊退一邊退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回工 這件事 不可以無了期 去等待 所以我們就 立刻 去把這件事 去推出去 令到那些人 不需要有門檻地 立刻先用 用了 再有發掘到一些 新的features 我真的想用 就跟我們去溝通 因為我們 re-seller多 或者一些 用戶 他們買開 買開switch 他們會知道我們 其實買開switch 那些 re-seller 都是可以 去銷售 我們這個 web 都是透過同一個re-seller 那這些就會 比較方便 還有在支援上 除了說 免費 很好 但是適用的時候 不是好 但是你不適用的時候 怎樣 即時可以找到一些 資訊 以及找人去 做訓練 這些我們就 比較 想得多些 做得多些 OK 其實Jer 我想問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說 在家裏做 video conference 的 bandwidth 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 關鍵 其實你們webix 有沒有針對這方面 做了一些 優化呢 有的 後面可能 在說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我不是真的 engine 我也未懂得去做的 但是我懂得去 用的時候 其實 一方面 我們 因為做network起家 我們 無論 就是 Wireless 以及 說RAN的世界 就是不同接入 鋼纖 ISP 那些 等等的事情 其實都是我們攝裂的範疇 所以 我們就比較 做得專門一點 以前就說 在data center那裡 接入會很快 但是其實現在 已經去到home use 簡單點來講 就是都好像我們平時 買開的那些 所謂的router 都可以找一隻東西 我們都有提供這類的方案 而那些東西做的功能 當然可以強大很多 後面講一些 Enterprise grade的 什麼 SSL VPN 現在會講很多 因為 在家裡 始終的network 未必是很secure 所以就利用這些 企業的方案 不過在使用的器材 其實是很簡單的 家用的器材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呢 就是因為那些器材 後面的操作 其實是一個雲端 就不是說 需要用戶 真的學會了 看文件 學會了 打 command 然後才可以實現到 而在雲端上面 後面有些IT人的支持 就可以推動這些 操作 進去 就在家裡 都可以連接到公司的網絡 剛才你是說 我有少少跟觀眾說 先說 因為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講話的時候 畫面就會變成我的 而阿周講話的時候 畫面就會變成他的 其實這就是WebEx的其中一個功能 那就是哪一個說話 他就會自動把焦點 轉到那個人 其實這個功能 我就覺得挺好的 因為我融落 我就會發覺 真的可以焦點到 在那個人 整個合作 是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的 我們一些 即使用的設定 其實運用的時候 就算是 整個群組裡面 全部人都是第一次用 他都會覺得很流暢 當然我們細緻可以去設定 因為有時候他不想 真的跟老闆去聊天 老闆當然想他的樣子 集中在他的目光 放在他身上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做設定的 基本上我現在 因為今天的WebEx視像會 是由我去做邀請的 你們就是要參加參與參與 參與參與參與 所以 其實某程度上 因為那個Viu能怎麼樣顯示 其實是不是 我們將所有的人的樣子 放在整個畫面 那就是一個五格乘五格 最多是25個人 還是 只是集中在我身上 其實都是 透過一個 One Trick 按鈕 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们整件事就是想任何人都用得到 而且最好就是现在在这样的情况 疫症下其实大部份家用户的用户 以前是比较少接触我们的方案 他们会觉得会不会需要一个门篮高 先不说钱 他可能不会用 其实这件事永远都是一个循環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允许他们的工作环境之余 让他们真的会用 那就越来越多用户可以理解到我们的理念 就是比起简单更简单 更加简单去做这件事 OK 刚才你说到可以把几个画面展示出来 在你那里做个人做 可不可以试一试 OK 好 我可以试一试 当然我要给你们看的画面 就是我将我的那个host view 就是我的控制面板 就分享给你们 所以我要先用那个share的按钮 因为share这件事 其实就是在商业的视频室 就很常见的 但Cisco这个就比较特别一些 就是它可以分享画面之外 你可以分享一部分的app 就是不用整个desktop分享给别人看的 没错 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应该就是 左边就有1 2 3 4 5 6 7格 右边就是一个控制面板 对的 刚才你提过的 是的 我们这个webass不停不停的演发 因为所有东西都在云端 譬如说我去年 我那个最大的capacity 可能是500人 再因为同一个会议 其实上年已经可以增加到1000人 现在是1000人的 哇 那1000人里面是有200个人 是可以看到的样子 就是support他们的视频 当然就算你说200人也好 没可能就是塞在同一个画面 所以其实在演艺方面我们就是这样的 可以让你选择 这个最多叫做great view 最多就是可以有5成5 就是25个 假设我今天那个老师的议会 当然是多过25人 因为有60多人 就会在这里有一个箭举 去看第二页有什么人 是现在在议会 这个是其中一个演绎方法 其实去到这个画面 我也想花点时间 就讲讲一些比较特别的 有什么特别的 feature可以展示给我们看呢 稍后我们玩一玩 因为现在我们有几个设计 有手机 有电话 其实因为其中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 WebEx是support 所有传统的 所以 估议论是你的电脑 或者手机 都有过Apps的 你可以下转 我相信你之前 你某部手机 已经下转了我们的Apps 其实玩上来就会很顺畅的 那我可以玩些什么 稍后我们试一下 譬如我去share一些图 然后大家可以做一些 试图 就是画东西 以前就是很单向 因为说电子白板时代 就是那个电子白板才画到东西 现在就打破了那个格幕 就是说电子白板是virtual的 哪个人的台面的设计都是一个电子白板 就随时都可以 你画的时候我也画 但是当然了 你想我画的时候 你又想画 大家都很乱 当你画的时候 你就会按一个按键 就是要get我一个准备 那我允许了 那你才可以画 所以就是说 可以很feel free的去用 但是同时间也有全盘的一个控制 就是这样的意思 画东西那里我们稍后试一下 这里一些按键 这个重要的就是recorder 其实就算我们说免费版 这个是我们比较慷慨的一件事 就是任何用户都可以 免费有一个一击的免费 去存下这些视像会议 而你说一击如何才够用呢 就去到刚才我们所说的 因为我们做线组 比较专业 所以其实在里面的压缩 或者如何去 在low bandwidth的情况下 去免费着一个流畅度 都是我们比较做得好的 所以其实说的是 平均一分钟的视频 录的视像 其实都只需要一米 一分钟一米 其实如果你们在网上 我们40分钟左右 也很少 是啊 也很少 就是三十多米 就是一个会 其实去到你要存到 二三十个会 存到爆了才一米 而这个是免费版的限制 而去到收费版 其实就50G 当然了 你说50G也好 500G也好 其实都是需要去做处理的 你怎么都要去做一些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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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在网上 做存档 这些我们全部的功能都齐全 而在免费版 这里 已经有个按钮 就会很容易给你知道 我现在在录影中 录影中 也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所以怎么可以玩呢 我自己的例子就是 录影 有个按钮 大家懂得按 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匆匆忙忙 开会 就忘记了按 所以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 就是说了15分钟 就忘记了按 再按 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在这个设定 做得好些 就是去 所有东西都是自动 可以去一个one take 你可以定立了一个 可能我每个星期五跟你谈一次 而每个星期五 这个会 都是 要辱低的 还有就是自动 所以要自动 就是 在start meeting的时候 可以令到它自动 还有end meeting的时候 自动生成了 那个 我们其实是有mpeg4的 自动生成了mpeg4的 自动生成了mpeg4之后 就自动运动 给那些演员 所以整件事 就不需要自己去处理 那就变成了很简单很多 因为很多时候 我的朋友 他们说 用WhatsApp 那些 召唤完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 没有留底 没有记录 什么都没有 所以现在就可以变成了 有一个记录给大家 是的 没错 另外我们又说一下 一些好玩的东西 其实手机 去用webless 我觉得是挺好玩的 很多时候我们 或者我自己 去开会 周不时都是在 在途中 在的士 就已经带着 一个 手机去开会 所以 顾名之意 就是要用手机 去 join meeting 所以在手机上面 我们做的事 比起以往 就强大了很多 我现在 show up 就是一些 播cast的动作 以前想 好像很复杂 我怎样可以在手机上 表达到 给你听 我手机的画面 那现在 就 两个卡 就是 share 然后 播cast start 就已经可以 做到 这样的功能 整件事就是我的手机 整件事就是我的手机 我刚才不是说 在说一些 玩 玩 annotation 现在我们可以试一下 玩一下 其实 让我看一下 没有电 你没有电了 不要紧 不要紧 可以在 desktops 那里做都可以 好 我示范一次 好 我手机 这个大家都明白 所以 其实 方便了很多 在手机上 展示一些 因为 其实大家都用手机拍照 或者 很少用手机拍完照 放到电脑再展示 这个 真的很重要 是 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 现在 什么都拍下 特别的 尤其是公司 可能有些文件 你的电话 可能已经在那里 掌握你 在那里掌握完 就可以直接 分享出去 给你的公司 就是这样 好 那这里又有什么 展示给我们看 好了 这里 如果去到搜索标 就不会没有电 我就在这里 展示给大家 看看 多说一些 这个 为什么有个时间表 出现呢 刚才不是说 评课不停学 正正我就是刚才人 谈一个这样的时间表 某些 主要KOL的校长 已经开始计划了17号开始 每天就600人 四堂,8堂 6班一级就80人 数百人 就开始用这件东西去做 他们的网上 那大家就可以真正做到停货 不停的 其实这样 一直这样下去都不是办法的 所以大家都要保持 开始去 接触到正常生活 大哥也不要说 所以就要利用科技 去帮助到大家 是的 那我就开着了annotation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 如果大家有 手机会方便一些 你也可以一起去画 OK,其实我 因为我其实是在用这个 iPhone 都和Joe在聊天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 那我就按下去之后 是的,我会 approve 我给了你的权限 它撕了你去画 你可以画的了 是的,那我就在这里画了一圈 是的 没错 那在将 这件事的演练 就是说 很多人去加入同一个会议的时候 每人做两笔 其实 都挺过瘾的 但是 很过瘾 很自由地去用的时候 同时的操作 就是权限在我的手上 才能做得到 这个是比较 体贴的一个功能 而 这样画完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 我本身的 这个powerpoint 其实就不会的 因为始终 Capture 下的 那个文档 其实是一个 JPAD 而且 一个人 我想 复权下这个图 我就 复权 这个JPAD 在我的手机位置 而你 那里 就不会影响到 你的 那个文档 就是这样 复权下了之后 就可以 发送给大家 做这个参考 是的 没错 所以整件事 说 协作 如果 我再说多一点 另类一点 除了我们WebEx 就是在 in meeting的时候 可以玩很多东西之外 其实 我们说 开始 in meeting之前 我们要排序 要做 scheduling 是的 又或者 再之前 我 怎样去 一班人 跟他们 聊得差不多 那些东西 差不多 不如做一个 去 再大家 去讨论 其实整件事 就是这样的 所以 不容易 我们自己都有 你可以看看 这个 我的cursor指出 看不见到 在右上角 让我先关掉 annotation sorry 好 看不见到 我的cursor指出 右上角 这个WebEx Team 是的 是的 看到 其实Web WebEx Team 顾名思义 是我们C4的 WebEx Team 其实做的事 等于 我们 类似 WhatsApp的强化版 企业版 这样 我也可以 在这里 他就 放电邮去 邀请客人 去抓一些人 或者 create一些群 所以 我们看到 这里的示范 就是有很多群 有很多群 然后 在每个群 我们选择一个 做例子 OK 这个图里面 可以开放几个波波 你看到整个 整件事的 experience 很类似 WebEx也好 我们这个 Teams也好 其实就是协作的 过程当中的 其中一部分 这个Teams 会可以 储存下 所有 在这个群 里面 收发的 一些 照片 文件 等等 不会影响到 比如 WhatsApp 原本是三个人的 一个群 接着我加了 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 是看不到之前三个人 谈的 跟之前的 传的 Teams 不同 Teams 其实就是全cloud 的一个 collaboration 的 一个 套件 它是会看到 由开这个group 开始 储存过的 任何一个 包括照片 document PowerPoint 等等 对于现在 Web from Home 除了我们见到 聊天之外 工作 真的需要去修发 东西 或者去 一个 small group 聊天之外 其实 Teams Web 其实是整件事 一配套 OK 起码 如果是一个 新加入 新拉了一个朋友 一个同事 进来聊天的时候 他也可以追踪 之前大家谈过 那些什么 就不用再重新来过 是啊 不用再重新来过 对于做project来说 都是挺有效的一个工具 好的 那之后还有什么功能 可以给我们看呢 之后可能是在说一些 在背后 我当我这个会议 先完了 当然我不会关掉 OK 我就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桌上 首先 我想说一下 一些后面的 行李的操作 因为都很重要 对于这个公司来说 是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开会 就是 刚才我们说 如果用一些货币 就是后面 就是没有 完了就是完 没得做这些其他的 管理工作 也没得做六低 但是因为现在 有六低 甚至有其他的 再更进一步的功能 可以做到 于是 就变成了一个 商业 video conference的好处 所以我会很推荐 大家用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如让阿周 再介绍多一些 有什么背后的管理功能 给我们看 好了 管理就是重要的一环 就是 加入一个 meeting ad hoc 其实 最基本就是 我见得到你 听得到计算 其实已经可以完成了 但是背后的东西 就更加多 是需要说一些 就是 按照商用的 方案才可以给得到 比如说 这个你会见到 这个free版 其实你下载的 那个lock in 其实跟我一样 都是这个画面 因为我特地 我找一个free版 去自己试清楚 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才可以介绍给大家 OK 这个是重要的 除了 最直观来说 我如何开始一个 meeting 只有两个方法 就是 立刻去ad hoc 去开始 以及去排序 排序 可以讲一点 很少的 那我继续了 排序 排序 就是约定大家 一个时间来开会 是的 没错 好 那这些简单 就是需要打的资料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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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讲一下 排序 排序 股仍然有个旅程 我想是由下个星期开始 的 就是40分钟 这样才可以 那这一款 也挺好用的 recurrent 因为这个 直接就是 recurrent 例如我讲一些例会 每个星期 例会 每一要 vez 有每一、四 是 如果是哪个人会 去哪个人会 到天光地露 还是 我先训练十个 再续练 每个星期的一、四 十次 一次过训练了 所有的 должен 放在这里 就训练 这个就是 训练的做法 OK 这里的训练 就是刚才我们 开始议训练的时候 我就按绿色的join meeting的button 那个email 是不是 是的 没错 我们计算是 我预先知道有10个人 我知道就是email 在这里就放下去 每个星期都是那堆特定的人 但如果你要ad hoc去找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的 其实在进行会议的时间 都可以直接去app去email一个人 都是把他的email 又或者去不查email的 你可以copy有个按键的 当我按了这个按键 就会copy了我这个webbs 一个独特的link 然后你就copy and paste by whatsapp send给他 他又可以打开那个whatsapp 就是one click button 这个就是 我们one click就强调 最简单进入的方法就是one click 所以我们要想很多方法 不同的方法 去使用者可以进行这件事 那么其实这么多方法 可以进入会议 其实都相对是简单很多 因为以前 说加入这些会议 是很复杂很复杂的事情 那现在 即刚才我们已经订阅了 按一个键 就已经可以进入会议了 其实以前你会看到一堆东西 现在我也是会给你们一堆东西 就是meeting number password 是不是真的需要记住 但大部分时间都不需要 但以前是真的需要的 那这里就是还有一些 join in的其他方法 我相信这个对于可能 oversea的用者就会很有用 说到toll free的手术 现在很多人经常去旅行 现在就说风格关系 但是你说平时我们去公干 去到外地 那个网络未必是很好的 所以纯粹用一个VOIP的方式 去收音未必很理想 所以就要有一些toll free 而toll free是个host 就是可能一家公司去有一个webass 成一个host 用户就不用钱 对于员工来说 都挺好用的 因为随时随地都可以 加入到psdn 不需要担心收费 因为收费都是fixed 就是每年就一个收费 然后就任用 对于以前来说 就要计算哪个国家 每六秒一毫子两毫子 接着每个月 问快 那今期的账单多少 都准备不到 那现在就不够 那这个就真的方便很多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我有时候 我都会加入一些con call 就是可能别人用video的 那可能我有时候不想用video 或者没有电脑在手 那用电话 打入个会议 其实也是方便的 是啊 不让用户要尽量方便 其实我们也是很认同这件事 是 好了 那我讲完操作界面的其中一个button 就是download这个button 那这里如果大家都 订阅到进来 有你们的币 我都会主张 你们去这里看一看 是 因为我刚才 最初我说 有不同的platform 都可以加入 而想 make sure 你一个很最流畅的体验 最好就是用apps 因为为什么呢 虽然我们每一个系统 本身都可以用 你的browser去做进行 但是不同的browser 他可能有一些plug in 你要装 那很难预计就是 装有时会快 有时会慢 都会强强的 那我们就将这个理念 就是 不好了 总之就是说 你第一次加入 最好就是预备定apps 那就download deftop 苹果 或者是PC 接着就mobile 又会齐了 另外就是Canada 就很重要了 因为对于日常 我们office 环境 也有三五七个会 那 哪个打哪个 你要在同一个office 管理 我们就将它 连接到office 365 那就会在你那个outlook 出现 因为我看到你也有365 以及有G Suite 就是Google的canada 基本上都已经是最大路的office 的application 都已经cover到 是啊 我们就 就是 所有这些最普通的平台 就算你去设计会 或者去管理会 也好 你也在那个outlook 那加人 下来 接着就 如果黏了我们的 O365 这个tools 就会直接在 那个outlook 里面开会 那一粒键 旁边有多一粒 叫做WebEx的键 那你加完人之后 就按 WebEx的键 就变成 这个会议 就是 join by 就会是join by 这个WebEx OK 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要开到一个 议会 是的 而我现在所说的 全部都是免费版 是可以给到的 那免费版 这里可能大家会有一些 感觉 就是 记录了那些议会 其实是去哪里的呢 那刚才说的一击 那那个储存位 就会在这里 所以就会登 如果你想做一些处理的工作 比如说是下载 或者是分享给一些特定的人 而那个特定的人呢 他不是参加的 就是没有参加过会议 他是外人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 传给外人 那就在这里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去回 你们那个email再传 不需要 在这里按他的email 然后按save 他就会自动彈了一个email 就提醒他 可以就这样开出来 就在网上看 就像medial streaming 又或者是lock in 接着就下载 他们的local 这个就需要介绍一下 那因为一定会用得到 还有现在在免费版 都有1G的容量 也都会需要用到这件事 OK 是的 因为我刚才说到 大约1分钟就1MAT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就 希望大家可以玩多些 因为始终 在说 collaboration 或者web 等等 他的功能是会一路一路 这样去加的 因为是cloud 那我订阅 免费版 也是一个订阅 所以我也觉得 未来 在新东西 加的时候 真的要试多些 玩多些 才能感受到多些 OK 好了 其实 安全性 这件事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同时 有很多公司 临急临忙 要做Home Office 的时候 就忽量了的事 所以我就说 介绍一些商业用的 准备 给他们 那你们这个webiz 其实有没有 一些特别的 安全性 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OK 我本身就不是做安全性 我卖这类产品 但是同时 都支持我 找了一些资料 给我 我知道就是 我们的webiz 当然在业界 在说 这个安全性的要求 说我们 例如有些会 会不会很容易 被一些黑客 去inject hijack 接着在后面 那些资料 那 方家有一些叫做 iso的认证 那我们其实是 200 20071 20071 个iso认证 那是 都是计算最 供应的 这个standard 那另外还有一些 比如说 这个 OK 例如 SOC 是 SOC就是针对于 这个data center 本身的 因为现在现在 所有都是cloud 那上面 是不是会有些 严格的 政策 去遵守呢 那 那说到cloud 就一定 需要提醒 我们的data center 其实 在哪里呢 那 是的 data center 尤其是 那么紧张 data center 会不会放在某些国家 那 是的 某些国家 之前 会有 因为我们的data center 是哪里都有的 一个全球 全球的东西 WebEx 因为 由 最近端 打到最远端 大家可能是同一个 议会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 不同的data center 支援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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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给大家 一个信心 我相信 因为 始终 你要拿一些文献 或者拿一些支援 上的 信心 那 其实 可能真的要相信一些 有认受性的床家 OK 那所以就要找你们 这些大牌子 那就可以 又有一个安全的保定 我们比较 做得足 OK 那 还有没有其他 特别的事情 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 其实今天 我在WebEx 这个层面 介绍 我不想太深入 因为 我反而想 说一下 近期 我们在做些什么 那 WebEx 当然 我们主要针对 两方面 以前比较少接触我们的困体 一个就是 刚才提过 K12 大学其实 用了很多 所以K12 反而就是 比较 我们想 我们想 宣约多一些 因为免费版本 其实都是对的 你说 因为我们免费版本 有一个 其中一个 就是50人 去加入 大学 大学 玩手 几百人 所以通常他们都会买 Pay版 Pay版 但是 你去到K12 他们50人 就刚刚好 因为最多的29人 一堂 一班 就是在做这件事 所以近期 我们就提倡 一个叫做 Remote Workspace 建议 建议 其实 不是说 这个肺炎的问题 较早前 也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做不到 工 那我们已经开始 着手去 筹备 在这个时机到来 的时候 怎样好像 现在我们 推出一个 免费版本的Webass 而同时间 Remote Workspace 不是只有 Meeting 那我们 还提倡 第二件事 就是那个 Secured Network 怎样去在家里 或者在餐厅 连回公司 或者在 cloud上面 走来走去的时候 整条路是 Protection 有个Protection 这个Secured Network 第三 就是说 一些email 上面的security 就是 欧山路 五化了之后 所以在cloud 其实 有些什么 时间 有机会接触到 一些外来的攻击 或者是一些 钓鱼网站 去偷的资料 其实都是 通过email 多 90%以上 都是 所以 我们在 email上面 都有 我们以往做了十几年 业界 有营兽性的 一些solution 将它搬上cloud 所以 现在我们 说的 这三种 去针对 remote workspace 其实所有东西 都是cloud 所有东西 因为刚才 Network 那些东西 后面都是cloud management 所以每个范畴 都是跟cloud 有关 就令到 那个门栏 再进一步 拉低 那个门栏 更多人 可以 用到我们的东西 以及 大家都 接受得到的 价钱 OK 那 其实今天我们 都差不多了 不如 最后 因为 我就知道 我们将来 有另一个研讨会 给大家 不如 阿祖又可以 大约说一说 是啊 就着 这个 情况 我们推出 这类的 免费版 以及刚才我说的 email等等 cloud based的东西 去提倡 人人都可以 用得到remote workspace 真的需要一些 练习的 今天 我较早前 我提过 学校的是一个 其实 在17号 会做第二个 学校的 另外12号 和14号 我marketing的同事 都预备了 两场 是关于中小企 的一个 研讨会 我们的webinar 到时 可能有机会 就和大家见面 或者 另外一些同事 一起去参与 这件事 那 詳情 就 透过你们 龟台的 这个平台 我们都会 放一些 资讯 让大家 看到 都可以有兴趣 去参加 是的 到时 Cisco那边 那 那 或者同事 都会 介绍多些 关于这个 Webinar 的方法 给大家 如何使用 今天就 差不多了 那我们 不如 和 Joe 先说 拜拜 拜拜 之前 大家都 聊得很开心 这个 计划 我把这个 计划 创成了 MV4 我把 大家 了解一下 再 资讯 都希望你用的时候 用得开心 之后 OK 好 那我们之后 再分享这个 给大家 好 谢谢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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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就和 周 聊完之后 大家都 应该 大约了解 这个 Webinar 的方法 其实 刚才 周 也说了一点点 就是我们来 12号 我们会有个 中小企的 研讨会 对 研讨会 给大家 可以试一试 感受一下 这个 这个解析 是可以怎么用 看完我们 今天整个 展示 靠阿周 展示 这个Webinar 议会 里面有什么功能 大家可能 都对于这个 之前可能不知 这件事是什么 已经有个 很基本的概念 和了解到 究竟 有什么可以帮到自己 或者帮到自己的公司 是的 12号 或者14号 好像刚才 看到14号 那我们有两场 中式研讨会 这样的 我们之后 都会在Facebook上面 有一些资料 给大家看 好 那 真的 讲完 我插一点 讲一下自己 我也有庄园会 讲完 那个 讲的感觉 其实 都真的挺 OK的 是OK 是流畅的 而且 其实我们 因为公司里面 我们现在在用Wi-Fi Wi-Fi 其实速度是OK的 是 而且刚才你见到 没有Wi-Fi 没有Wi-Fi 哇 其实你都见到 速度是OK的 是流畅的 是流畅的 而且画面是够清的 声音都清的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一类的解释 所以我就是说 比其他货客的解释 是好很多 当然Cisco这个品牌 它本身做了Networking 大家也有一定的保证 当然 好了 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差不多 再提一提 12号14号 他们Cisco 就会举行 举办两场的电脑会 中小企 大家有兴趣的 留意一些资料 如何看 如何参加 对这个WebEx 认识更加多 是的 让大家可以在家里 都可以继续办公 是的 最重要的是 当然 当然 大家 上班是重要的 是赚钱 好 免费版 是的 没错 WebEx的免费版 大家可以再留意多些 好 今集时间差不多 差不多 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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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